正在喀拉昆仑助训的新疆军区某团 近日将部队拉至陌生地域 组织多火器实弹射击考核 从严从南检验部队在高原高寒条件下的实战硬工 经过对新列装的191式自动步枪射击技巧现场教学 新战士们对高原环境下实弹射击有了更深理解 首先进行的是沃兹100米精度射击考核 由于在低压缺氧环境下 让我很难在射击时保持平稳呼吸 导致机枪不稳 通过训练和班长纠正 我放慢射击速度保持呼吸平稳 因此打出了训练以来最好成绩 与此同时120毫米反坦克火箭 以及重机枪实弹射击考核接连展开 官兵们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火箭筒架设 弹药装填 寻找射击目标等操作 由于射击地域海拔高 气温低 气压低 而且目标把位远超火气最大射击距离 对射击精度产生了很大影响 官兵们通过分析射击参数设置 弹灼点 总结出超距离射击的表尺规律 有效收集了高原条件下极限射击数据 以及对敌杀伤的最远距离 这次多火器实弹射击考核 我们从严从难 考核标准超过大纲规定 目的就是让官兵挑战技能顶点 搜集极限条件下射击数据 检验官兵在复杂条件下 遂行完成任务能力 进一步锤炼官兵打赢应攻 即将检验官兵打赢应攻